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特殊資源的部分 那麼 你用的是Google網站其實它有幾個地方 可能跟大家平常使用的習慣也許不一樣 但是應該會比較好用的 你看平常我們在寫信的時候 平常寫信的話 它有個郵件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夾到一個圖片 你會怎麼做 就直接這樣子 然後就 那你不覺得累嗎 這裡有個缺點 有什麼缺點 它是不是要點進去才能夠看 對嘛 一般我們的郵件你必須點進去看 所以這裡有個功能 你真的可以試看看 像我在這邊我剛剛有拍圖檔 我看一下 你看我在這裡 我剛剛不是有拍圖檔嗎 我可以直接把它複製就好了 有喔 複製複製在哪裡 可以 對 從這裡也有 好 我直接Ctrl加C好了 來複製 我來這邊 新的郵件 打掉了 在下面這裡 好 在這邊 內網對不對 Ctrl加V 可以 這樣是不是要看郵件就看到了 不用打開附件 它也是附件的一種 只是直接貼進去的 好 就直接貼進去 當然你也可以只用拖曳的 用拖曳的 我不好意思強調一下 不要拿IE開玩笑 這些IE都不支援 都不支援 所以你要用火壺 用這個都可以 所以你看點進來之後 你可以選擇原始大小 因為其實它 預設事實上有稍微縮小一點點 那現在呢 你比較方便 就是你一樣可以調整大小 就可以自己去決定說 最好的 最適合尺寸 或者你要用原始的 因為有些原土太大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照寫 是不是就比較簡單了 那 如果說 你覺得這封信 是重要的 你可以從這邊 加上什麼 標籤 了解嗎 寫信的時候 就有標籤準備好了 不用等到收信 再來歸 好了 我先準備好了 那所以當你寄出去的時候 他就已經自動把你加上標籤 今天如果 假設我寄給我自己好了 好 假設我寄給這邊 那 這個呢 是 好 我寄出去了 那麼 預設呢 像這種新建字會在哪裡 是在寄件備份裡面 所以 有個缺點 你這樣的話 他沒有在收信甲 是不是就要 有時候要看 我進去 有時候我要追蹤 我要追蹤 所以呢 其實 有時候我會做一件事情 就把這個 就移到收信甲裡面去 雖然是我寄給別人的 不是別人寄給我的 可是我要追蹤 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你把這個 交到工作裡面 有沒有 工作清單 那我都可以追蹤嘛 第二個是 我就乾脆把它放到我的 收信甲 雖然是我寄出去了 可是因為這個也很重要 我希望在這邊就可以看到 對吧 因為有時候我們自己寄的黑漫記 哈哈 所以 其實這個是幾個小計甲 給各位做個參考 你可以 稍微用一下 試看看 因為就是 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在於說 是一定選擇Google 而是在於說 把你的工作流程能夠整個結合起來 你的工作流程越順 你才有更多時間去做 你想要做思考的 或者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不然工具 不是要綁住自己的吧 哈哈 我們只是希望 用它的功能來加速 我們處理的速度而已 好